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10月7日, 今天第一則的消息想跟大家說說算是小八卦 Simon 近日就留意到, 有一個香港移民台灣兩年的一家人的頻道 很明顯, 他都會在頻道裡面, 持續會說一些移民去台灣有多好有多好的影片, 或者一些圖文 留意到他, 兩個月前都還在分享, 說在台灣找到理想的居所 去到一個多月前, 還在分享說, 某些精英都選擇去台灣, 這些就是台灣的吸引力 大家看到標題大概都知道什麼事, 但是, 該頻道近日就突然發片說要離開台灣 這裏呢, 三民先套一套頭盔, 三民自己就不知道該流主是不是一個什麼手足與否 或者有沒有什麼政治立場, 可能人家是沒有政治立場, 是不是呢? 所以呢, 我們的評論可能會講及手足, 但是就不是針對該流主 該流主就講到, 為什麼離開台灣呢? 是在某一天, 跟老婆聊天, 好像撞了邪那樣, 叮一聲, 就覺得要離開台灣的 他就講到說, 有網友留言跟他講, 哎呀, 你不要塑造一個開心的假象出來 講到在台灣生活怎樣好怎樣好, 這樣可能會變成騙了一些香港人去台灣的 網友還留言講到, 其實很多香港人已經離開了台灣了, 這樣 劉主也承認這些事情, 他更加透露他自己身邊, 有朋友大概在一年前, 就已經離開了台灣 之後他就透露, 決定離開台灣, 最主要是他老婆不開心 然後就真的開始講起原因, 這樣 他們的這個不開心的經歷就講到, 他們在選擇決定移民去台灣之前, 都算是做了那些調查, 做了功課 大概意思, 按照當時的政策, 他們去台灣一年就會拿到台灣身份證 但是之後呢, 政策, 招令直改, 說改就改 就講到, 他們是那種, 舊制度的所謂尾班車 講得尾班車, 即是呢, 又出現了一些新制度 有新制度呢, 都有些新要求, 例如說, 要做三年生意 這個新制度呢, 就相對條件清晰, 會列明, 做些什麼事情 但是, 對舊制度呢, 就很含糊了 他們這種舊制度的尾班車, 條件含糊 他就在這裡分享, 他遇到的一些案例 這些案例, 令到樓主及他們家人, 就十分不安 他們就說, 遇到的案例, 那些人士應該都是那些移民去台灣的香港人 在當地做正當生意, 是有錢賺的, 每年幾百萬台幣生意 但是, 最終都是被要求, 要觀察多一年, 再決定 之後, 分享另一個案例, 都差不多 就說, 都有實體店的, 有請員工的 結果, 又是被要求, 觀察多一年, 再決定批不批給他 劉主就感覺, 這一種移民標準, 很模糊 他也反問觀眾, 在這種患得患失的環境下, 你又敢不敢買樓呢? 如果真的買了樓, 然後人家, 即台灣 即台灣突然叫你離開, 不讓你移民去台灣 到時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這樣講到 之後, 他也有講到, 小朋友教育方面 其實正正在這種標準含糊, 患得患失, 你都不知道 下年你能不能夠留下的這種情況下 不要講什麼教育理念等等 其實根本沒有辦法給到一個長遠規劃給小朋友 劉主最後還講到, 當然, 人家, 人家應該就是台灣政府 可以出他們的政策, 改變他們的政策 這個是他們的權利 但是, 我們都有自己的選擇權 所以, 現在, 不適合了, 就離開了 就說, 他們不覺得有什麼不開心 他們不覺得這兩年是浪費了 這麼說 影片的重點, 大概就來到這裡 Simon 再一次, 套一套頭盔 我們又不知道, 人家是不是真的手足 或者有什麼立場與否 所以, 我們的說話 可能會提起手足 但是, 就沒有必要針對特定樓主 或者他們家人與否 我自己覺得, 這個叫做 移民去台灣 然後發現台灣的這些 處理香港人移民的政策 照令直改 令到他們患得患失 然後最終, 黯然離開的事件 重點是, 不是他這一單 正如他所分享的 他身邊的朋友, 其實都有些離開了 乃至一些他自己認為信得過的網友 其實, 很多香港人都離開了台灣 你就可以理解得到 大概想像得到 台灣對香港手足 是有多好呢? 是不是呢? 甚至乎我現在呢, 進一步覺得 現在這個招令直改 令到他們患得患失 最終黯然離開的這個過程 或者叫做結果 很可能是英國 BNO 的提早五年版本 五年之後英國 BNO 手足 又會不會被人招令直改 最終患得患失 你說買樓好還是不買樓好呢? 有沒有長遠規劃呢? 你今年不知夏年事 最終會不會變成黯然離開呢? 對吧? 我覺得機會率真的一點都不小 最後, Simon 重提一個觀點 就叫做再問一次手足 不一定是樓主 就問手足 當初為什麼離開香港呢? 因為他們口中所謂的極權 他們口中所謂的民主自由 當初為什麼選擇移民去台灣呢? 不排除可能真的有人本來就喜歡台灣的生活 是不是呢? 如果不講那些什麼政治立場 不講那些什麼政策搖擺 Simon 都喜歡去台灣旅行 這個是事實 不用騙人 但是近這兩三年 或者這一兩年 我相信更加多的比例 是因為起黑暴時期 過一些台灣某一些勢力 過一些意識形態 帶他們反中的意思 這些意識形態 令到一些香港手足覺得 哎呀,蔡蔡子是他們的朋友 是天底來的 過到去 蔡蔡子會照顧那些手足 但結果是怎樣呢? 大家看到這個案子 而這個案子 還要告訴你 不是他一個半個 他身邊的人 一年前已經走了 他的網友 其實都承認 很多香港人 其實已經離開了台灣 政策玩到你 所謂招令直改 直接說一句 就是 好像正在幫你 其實正在幫你 其實正在幫你 最終所謂黯然離開 你說他沒有幫你嗎? 你又好像爭不贏 但是你說他正在幫你嗎? 兩年的青春 沒有浪費到的 這樣的意思 最後就是什麼都沒有 說到一個總結 你會發覺香港 由當時的移民潮 那些手足移民去不同地方 看他們移民去不同地方 發出來的影片 文章 什麼心態 什麼經歷等等 這些東西 你會發覺他們 往往都是講起 當地的柴米油鹽 賺工賺錢 等等的生活細節 又有多少會談及 當地的所謂民主自由 這一套制度 帶給他們什麼東西呢? 好坦白說 如果手足當時 因為什麼香港的 柴米油鹽 生活細節 我認為更加重要的一個點 樓價很貴 而離開香港 是很正常的 這些是普通移民 我亦都不用騙人 如果你說什麼 19年之前 Simon自己都不喜歡香港 不是說香港生活是很差 而是樓價就是這樣瘋 是瘋到 忍著不說粗口 反而對於我來說 2019年發生了這個事件 大概20年 你會看到中央政府 發出一系列的聲音 講起什麼解決 香港深層次矛盾 背後很明顯 就是其中一個重點的 point 就是要解決樓價 是根本負擔不起的嚴重問題 Simon 反而在這個情況下 對香港 即是Simon在香港 未來的生活 才再延起那些希望 好了 在下則的消息 香港前特首梁振先生 在昨天就發文 講到英國輸得好慘 一手造成金融危機的新當選英國首相 上任已經一個月 可以說幾句 為什麼在英國高度透明的所謂民主選舉制度下 經過多次的全國性政策辯論 接受了不少的傳媒訪問 在英國政壇又有一段工作歷史 而且在全國民意調查當中遙遙領先 新當選的首相 可以在上任之後 馬上犯上驚心動魄的錯誤呢? 殺英國人一個措手不及呢? 這裡說明一個顯淺而嚴重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也出現其他所謂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 這個就是選舉 無論是全國一人一票的選舉 或者好像英國這種黨內選舉 投票人無法確定或者保證當選人在當選之後的施政策略 這個是西方所謂民主選舉制度的根本性問題 梁正先生還說到 英國是政治大國 全球的前英國殖民地 在獨立之後都抄用英國的政治制度 過去三任的英國首相都被迫中途下台 為什麼經過民主選舉的首相 可以在短時間內不乎民望呢? 而今次來了一個卓慧斯 極有可能會成為連續第四個短命首相 過去一個月卓慧斯輸的不單只是經濟 而是聲望 是大家對英式制度的信心 對英國前途的信心 今次英國輸得很慘 去到今天 梁正先生再發問 昨天說了幾句 對卓慧斯突顯的英式選舉制度的嚴重缺陷 言由在意 過去一兩日英國的主要媒體又有新的報道 卓慧斯的民望正值是-47 比起上任的約翰遜最差的時候還要差 民意調查顯示 他領導的保守黨會輸了英國東北部的所有議席 卓慧斯是按制度剛剛當選的新首相 竟然可以如此不乎民望 而且六年四任的首相一蟹不如一蟹 說明英式的選舉制度並不反映民意 亦不可糾正上屆的錯誤 更加不讓人民有正確選擇的機會 梁正先生最後說到 三十多年前 就1988年應否直選立法會部分議席開始 香港就有關於選舉制度的無憂止爭論 泛民不斷宣傳英式選舉制度的優點 現在呢? 羅冠聰去了英國之後 只賣自由不賣民主是對的 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包括符合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本質 抄英國人那些不是辦法的 好了,去到影片最後部分 和大家看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有記者提到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報告顯示 近十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 畏居世界首位 面對全球經濟形勢不穩定、不確定性上升 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 中國經濟保持穩定增長 對世界經濟復甦作出積極貢獻 對此發言人毛寧表示 近十年來 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6.6% 據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前列 遠高於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 以及3.7%的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增速 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8.6% 超過七國集團國家貢獻率的總和 去年 中國GDP佔世界經濟總量比重達到18.5% 交十年前提高了7.2% 對外貿易總額6.9萬億美元 交十年前增長了56.8% 中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以及第一大貿易國 發言人還說到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 我們將會繼續秉持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原則 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同世界分享發展紅利 為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 貢獻更多的正能量 好啦,今天的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